悄悄点带回到国内中央银行礼拜四将要召开礼监事会 而随着央行的定存单上半年增发将近1500亿元 行库主管指出台版的量化宽松已经悄悄启动了退场的机制了 换句话说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由宽松转向中性 那截至上周五呢央行定存单余额是6.78兆元 比去年底还要多了1466.2亿 这代表着近半年来央行从市场上多抽走将近1500亿元的资金 有助于预防通膨升温 而美国呢将于今年秋天就会完成量化宽松退场 央行有可能会跟着美国走持续缓步收缩游资